你不要再消耗我的时间了 明天下午两点半 明镜局见 那个礼物是给陈一鸣的 你说什么 我刚才看见你上了他的车 离婚也是因为他吗 你如果这么喜欢他 之前为什么要拿着婚姻匹配表格 信誓旦旦告诉我 你要嫁给我 你游走在两个人之间 玩弄感情是吗 这就是你想了这么久 才想出来的 因为我想不出其他原因 本来我不想解释的 但陈总是个好人 我不想因为我破坏你们之间的关系 我最后再说一遍 我和他之间 除了朋友以外 没有任何关系 那你为什么要离婚 我自己的原因 什么原因 说呀 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明天下午两点半 明镜局开门 你需要带户口本 结婚证 身份证 还有两张一寸证 其他的资料 我已经替你准备好了 如果你考虑好的话 明天我们就离婚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理由呢 我们签了一年的协议 时间还没到呢 反正早晚都得离 你不要再消耗我的时间了 明天下午两点半 明镜局见 继续 他应该不回去吧 只说说细话而已 在夜里一直反思想了几点 记忆着那一段笑话 是你啊 有事吗 我想跟您说一声 今天承煦一组的陆离 办理了离职手续 什么时候的事 大概一小时前 我知道了 你试了侧脸 约好了那一年花开在前 你如今出现不变 可一切回复到从前 那些最美好的昨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